嗨 歡迎光臨 嗨 歡迎光臨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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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斑曉雯 今天又是減肥的第四集了 你看 我們吃吃完粒子 今天為了告訴大家我們減肥的最新 因為現在已經是90開頭燈了 我們帶了137公斤的褲子 我們準備好了嗎 哈哈哈哈 一 二 三 哈哈哈哈 我跟你講 其實你們看到的這邊 其實就是我的一隻腳 不是穿載裙 唉 你超誇張的 唉 這個就是我當年我穿的褲子 大腿欸 不是 我好 而且我看這個誇張到什麼你知道嗎 我那時候怕到你沒有褲子穿了 然後市面上你也沒有那麼爽的褲子 那只有哪裡買的嗎 我是回復興高中去那個福利市人買褲子 然後我就買那種最大的雙筋袋 那當然啦 我覺得你可能覺得有一點的誇張 是因為我在最胖的時候 把那個雙筋袋都撐走了 所以才會這麼大切 大家好 我是斑曉雯 我是蘆姐 我們是減肥成功 好 重點就是人願上次跟大家聊吃東西吃到一半 然後呢我們準備了非常多吃東西的QA 今天要來仙女沙盤來解答 褲子真的超大件 我以前真的超愛穿這件的 因為只有這件穿很小 很舒服對不對 而且我還會穿這件出門就上班 直播欸 他這個不齒嗎 不是 因為他穿這件很舒服 你會覺得自己沒有那麼胖 因為你知道胖的時候 你把褲子穿起來 你穿起來很囂張 你穿起來很囂張 然後那我直播前 那個口不開 因為我會有印塞嗎 我有一種感覺都是那個服裝師說 我穿不下來 因為他們在外面 我就說我可以我可以 然後我就印塞 然後出去 我說我可以 然後結果就 我可以 然後每個人講 只有一個小時 我就是 然後我今天都是開的 然後我還拿這個回溫針 把他的頭先弄起來 以免我直播到一半個問題掉下來 好 因為網路上的問題算是千奇百塊 真的好多喔 我也沒有想到說 喔 大家還真的那麼豪裕 請問 不吃肉就會瘦嗎 吃肉會增加蛋白質 他 雖然 不吃肉會瘦 可是 不吃肉會讓你更不健康 對 因為其實好多人不吃澱粉 就已經跟精神不好 所以我還是會建議 如果你們上班上課的同學 中午一定要吃澱粉 晚上再少吃甚至不吃 或者是如果你真的不想吃肉 你可以減量啊 對 或者是你用豆類來代替啊 豆類就是 豆漿嗎 豆乾 然後或者是 豆腐 豆花 豆花 豆花不要加糖啊 加水啊 加糖水啊 當然不行啊 不行啊 如果怎麼說用那個豆來代替 然後我要吃珍珠豆飯 那個豆漿紅茶拿貼 不行啊 不行啊 因為它是豆漿紅茶 都可能一種東西 請問一下怎樣 在這麼忙碌的生活裡面 要自己堅持運動 如果你堅持不下去 你不要這樣 我這樣不耐受 會有點瘦 其實我都是用這樣的考試 對待我自己 就是呢 如果我就覺得好累 會有可能動 我就會到幾間 會有可能盤情節 有很多運動是 在家就可以大撐 例如 譬如說地板動作 你說Breaking嗎 就是平板撐 你撐在這邊 對 我跟你說你光撐一分鐘 你就會累了 就是首先先買個瑜伽墊 然後呢 在那裡面就是撐著 對 撐著就夠啦 或者是我們女生不是最愛 晚上的時候抬腿嗎 嗯 我跟你說你們就 躺平 然後把腿抬直直的 然後膝蓋這樣垂下來 對 就是呈現一個90度 對 你知道嗎 你這樣 你能撐10分鐘我就佩服 還有在這樣騎那種空中腳踏車 真的會很累喔 真的會很累 或是我還有曾經買過那個 拉力帶 彈力帶 然後就在上班的時候 我就把拉力帶放到我 就是把我的腿 這樣對方就把腿打開 因為如果你持續這樣 一小時兩小時 你會超級痠 而且你會忍不住挺胸 那同事會非常多 會 會 會 沒有我還曾經買過 你扣瑜伽球 摸在公司 我就坐在瑜伽球上 先打 自己寫稿 為了要達到 給我陪貼幣同志的事情 我做這些事情 你這樣很像那個 握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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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為你這樣 半指時間 太高沒辦法運動 然後努力找方法解決 爬上一題 請問 聚餐怎麼辦 聚餐自己 我覺得算是比較大 因為你更 你比我更愛 然後更容易聚餐 因為我剛才 我是那個 只要我衝著我會減肥 就是我會停止任何人員 以別出那些 就是不要這樣 你根本就在交朋友 你認識我 所以其實我會 祝福所有人 然後別人說他願意 我就說不行不行我減肥 我們去減肥 我不要我不要 然後到後來就要減肥 兩個月之後我就不行 你也叫做沒朋友 沒有我 所以後來我就覺得好 沒關係 而且有人願意的去 可是到了現場之後呢 這就是你的意志力大決鬥 你打開菜單 他會有點說 我們要喝奶油 烏打冰麵 麻糬烤 什麼什麼 甜甜甜醬 然後這個時候 店員有需要點看到 你卻會露出一部 我是整肥中的傳達 頭上就寫了 減肥中 然後就打開那個菜單 看了那個店員說 彩唱青春生 然後旁邊的人 然後我愛喝奶奶油茶 然後我要那個心飲樂 我要喝奶茶 然後雙份糖 然後店員的眼神就看一眼之後 然後在打開菜單 我覺得你 粉糖 綠茶 我跟你講 你真的會這樣嗎 因為我會覺得說 我花比較多錢 可是我省下不是熱點 你就是用錢 會熱點 你就是用錢 我真的會這樣想 因為我經常覺得你們花這個錢 你不要沉一水之快 受傷的是生命體 對 然後還有就是我們經常有時候會有一些 吃東西吃不完 對 然後大家會不會說 好像真的你知道嗎 對 然後就會硬吃 你為什麼硬吃呢 你硬吃下去進去的是熱量 然後你又要再花錢讓它出來 就是 兩敗俱傷的情況 你是不是就不要吃 因為這樣有時候我會有這種 就是RD俱藏自買的東西 就是我自己本身給那個活動 那你辦誰 就是我今天剛才起床 我覺得有點有經歷那一句 我就是說我是運動員 我今天就起腳上去 好酷喔 我今天就起腳上去 然後到了那個地方 換個機種會想進去 我就再起腳上去去三個地方 那再起腳上去就這樣 因為如果你有時候不知道 你今天是什麼早餐 你可以準備那個牌子 翻牌子啊 對 那這點也是有用的 就是因為他很減肥的 其實很不妙 因為他不能吃東西之後 你會突然 選項太單一了 而且你突然一整天 沒什麼事情做了 請問 為什麼有些人跟你這樣吃 還是一直有瘦的一遍 不是說今天某個藝人 或者比如說 我好像曬了他的髒殘 我一照之就瘦了 因為那可能是他需要捨處的 有點 因為每個人都有那個基礎代謝 對 你講到了 你的基礎代謝可能就是快2000 所以不要學他吃什麼 但是去學他吃東西的原本 好啦其實講了這麼多 只能說豬姐真的是偏專業的 只是我有沒有想要認真執行 哈哈哈哈 我是那種比較開心的人 就是我今天餓我就吃 我不餓我就不吃 然後我就可以 自己用力量控制這一切 因為我會有很多小巨小碎 給我自己 就如果是你們也因為 像剛才撿肥 然後可以跟我們分享的心情 那我有一天開始播的時候 就有一個媽媽一起加入的直播 她就說她要跟我一樣的方法吃 她這次大概會收了快10多 哇 那好厲害 我就覺得她很感動 因為我原本以為 我只是開心分享我自己的事情 一定會有人覺得這是有效的 可是真的有很多人 因為我開始撿肥了 我看起來真的變瘦了 然後很多人就會 哇 你激勵到大家了 然後發現你的方法太棒了 我們開始解決這件事情是 讓大家覺得 欸 連我們都可以做得到 他們可能也可以做得到 想想那件褲子 所以重點就是幫我解釋了一個目標 然後呢 希望自己 往那一把錢積得就沒有問題了 那如果說呢 大家還有什麼問題的話 可以留在影片下方 然後下一次我們會找 適合什麼可以給大家分享 好啊 好 如果說她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開鈴鐺喔 掰掰 脫掉囉 好 我們拍個照片 哈哈 可是你手指在那裡 這個會錄進去 好好笑 唉呀 唉呀 好好笑喔 小心 你這樣說怎麼可以這樣 我怎麼可以讓自己拍攝照片 好 設定石喔 好 可以脫下來了 你可以嗎 你可以先脫 對啊 好 唉 很順 很小 很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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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